大甲赏蓝宫董事长延庆彪传出到高雄换肝的消息 正经外界 15号上午延庆彪女儿也是台中市副议长延立敏出面说明 他表示得知父亲要换肝时内心相当的不舍 幸好手术顺利 目前父亲在家护病房 家人仅能视讯探视 父亲能未把管 无法开口说话 经医师评估恢复顺利 可在一个月后出院 延家人为了就近照顾 在医院附近租了民宿 目前由妈妈嫂嫂在高雄照顾 一句不甘流露出妇女之间的好情感 正兰工董事长延庆彪传出在高雄长根 进行活体换肝手术 有二儿子延仁贤捐肝 让外界相当震惊 而15号上午 他的女儿也是台中市医员延立敏 对外说明 在目前的医院做一个手术 是对医疗团队感到非常的信任 那当然自己的家属在做这个手术期间 我们也是感到非常的紧张 不过我想在这中间也非常多 有非常多的好朋友 大家也都帮忙祈祷 所以我们也都相信说 这个手术一切都会非常的顺利 严立敏表示父亲的手术相当顺利 而目前还在家属病房中 二哥已经转入到普通病房 而家属仅能透过视讯探病 医师评估恢复顺利一个月后就可以出院 严家人也特别在医院附近租民宿来就近照顾 目前的话就是我母亲在那边 还有我嫂嫂在那边 家父以及二哥 现在术后的这个恢复情形 也都非常的良好 那哥哥在昨天已经 这个住到一般病房了 那家父大概住这个交互病房 需要两周的时间 所以请大家不要到医院去做这个慰问的动作 我们现在防疫期间 医护人员都非常的辛苦 也不要再造成我们医护人员的一个困扰和负担 对外传严立民有脂肪肝无法捐肝 严立民否认并表示不知道消息从何而来 而他也感谢医疗团队与社会大众的关心 这点讲话台中采访到